印尼大厨烹饪外星虾 一刀下去忍不住流口水 小龙虾大家都没少吃 非常的美味 一口下去香辣可口 肉质鲜嫩弹牙 而这种外星虾估计很少有人吃过 看起来确实有点怪怪的 调形好两只后就放在烂板上 先着把爪子给剁掉 清理干净煎刺 新鲜的食材直接下油锅 锁住最新鲜的味道 看着都流口水 紧接着准备好配菜 洋葱 辣椒等等 再把虾给剪开 里面的肉直接流油 还有一些卵 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大蒜爆香后 放入辣椒和洋葱 大火爆炒 叼入虾肉 这样切开后更入味 像看起来有点黑不溜秋的 但其实非常美味 空气中都弥漫着鲜香味 拖开一看 这肉实在是太Q弹了吧 内部像是有夹心式的 进入口腔后裹着浓郁的香味 唾液不断涌出 让人回味无穷 据说这是一种名为虾咕的动物 有着丰富的营养 一份卖到130元 你有吃过吗 好看